一名女王友表示日前 用外送平台点餐 结算之后餐点费用125元 但外送费用破百116元 直呼外送费用贵得吓人 但有眼见的网友发现 她的外送费旁边多了一个闪电的符号 这是系统强制开启的设定 代表当时点餐时是特殊时段 这个时段的外送费用就会增加 请问是你递人饮料吗 谢谢 谢谢 餐点直接送上门免出门好方便 不过使用外送平台就餐时 如果看到这个符号可要注意 有网友上外送平台点餐 当时页面上外送费旁边出现了闪电符号 收到餐点后只见餐点费用125元 而外送费则是116元 这让她很傻眼直呼干脆自己去买 我应该就不会点这餐 可能给个四五十块应该OK 毕竟很辛苦 而且蛮危险的 我应该会直接反映 对啊 因为这样 就符合外送的那个 就是费用比例啊 对啊 不太合理 其实闪电符号也不是一直出现 只会出现在巅峰时刻 外送平台表示 闪电符号代表这家餐厅的 所在区域外送员工不应求 无法消化订单 所以会提高外送费 而调整外送费主要是为了分流 避免消费者一直点同一家店 平台也会评估订单和外送员数量 如果在天后不佳 或是外送员工不应求时 就会出现闪电符号 至于调整的外送费用 并不是按区域范围 而是观察市场 依照订单量和外送员的数量 经过电脑计算和评估 金额没有固定 其实是收不到的哦 闪电符号它只是针对消费者 去加加收费 可是它不会针对外送员多给钱 不想受到影响的民众 就得加入会员 并点到满额 提醒民众得多加留意 接着超单许休米台北报道